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故发生一周后 他就成了急功近利的空小家 媒体说 他是个骗子 一个很俗的故事 不是吗 不知何时 梦想变成了一种讽刺 他们说 你是认真的吗 他们说 你不会成功的 梦想并不属于这个时代 真正的探险家和艺术家被人遗忘 小丑和投机者却成为偶像 你胖了吗 你的内心里有无数个生命 他们在说 你 还没有准备好 可谁不是呢 我是Jason 我会发现真相 我会找到海姆达尔 命运又不等待 梦想从未死亡